另外一場賽事,選擇了8號6場8行運神區推出 變成一隻及時行樂 這隻及時行樂,上次的組別應該都頗強 你看到7714,我們看看上次怎樣跑 及時行樂上次起步都頗快,很容易認 氣步都檢查了,橙色眼罩,藍色三個隻及時行樂 這場的步速非常快,第二段開始加快 問題是這段步速,大家都逐漸加快 現在在轉彎決定離開,其實就很... 我覺得是爆上來那一刻,用了很多力 第一段慢,之後就開始快 第二段,第三段就踩上來 其實它的沖程,以一隻馬來講 它在這個600米踩 直路的時候想走掉,可惜 你看到,後面那些後髮先至 當日,其實這個場地狀況,內蘭是有利的 但問題是,它就在這個中段發了力 我個人來說,用錯了一段力 這次呢,如果排過一檔 塞住黃金包廂位附近 我覺得就好過你這樣中段辯奏 而且這場馬其實呢 看回堅仔的預測跑法圖 就得了一隻赤火神龍應該會放 因為本身呢,我選了那隻馬 就應該放頭的,就退出了 尋找神區 那赤火神龍走頭,就算冰罐神速 它啞了一個好位置 它也是第三層而已 有利這些喉上馬,萬步速鬥爆 最怕一件事就是,昨天我說的一件事 如果有中段辯奏,會不會弄到它厚一格 那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 我自己覺得呢 都可以考慮這隻馬 所以這場馬呢,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及時人樂,我照選8號 另外要一隻赤火神龍 另外冰罐神速都要 我想2,4,8這三隻鐵角都應該挺穩固的 然後 等於5,5,8,0 我一直聽我就說,我們想到過一天 而且買到尋找風格 然後,每次看完 等於5,8,0 又無難表達